我们都知道美国军舰非常喜欢自由航行 常常都喜欢去别人的水域啊 别人的海域当中走一走 但是这个时候俄罗斯就不惯着它了 来看到俄罗斯的舰队海军最先进的885M型攻击型核潜舰 他山号和22350型护卫舰 戈尔什科夫海军上将号呢 是在昨天出现在了佛罗里达州外海30里不到的地方 美国虽然说哎呀威胁不大 但是我告诉大家他可是忙坏了啊 我们把上一张图带给大家 这个是他今天到访的一个古巴 为什么说他忙坏 大家看下面 这个是美国出动他的P-8A反潜巡逻机 不断的就在佛罗里达外海这样绕圈圈绕圈圈 看看说这个俄罗斯的核潜艇到底有没有带这个核导弹啊 今天呢和俄罗斯的四艘战舰是终于抵达了古巴的港口 古巴海岸是民放了21响礼炮来进行欢迎 那么这也是冷战结束以来呢 俄罗斯核潜舰首次的抵达美军的后院 好刚刚导播已经把照片录透给大家看了 抵达古巴之后呢 但是古巴之前说的一句话很妙 他说我们没有携带这个俄罗斯没有携带核武器 我要请千哥帮我们解读一下 俄罗斯劳神费力的要在这边搞军演 开了这么远过来 但是没带核武器 这个解释您姓吗 您姓吗 那您觉得美国姓吗 因为俄罗斯的核动力潜舰是不会接受美国人来检查的 既然不会接受美国人来检查 那因此这个核动力潜舰装核导弹 这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这个就好像说 美国人说 我要在欧克斯跟澳大利亚美英澳打造 这个欧克斯三个核动力潜舰的条约 那也就是要帮澳大利亚打造核动力潜舰 美国人说我不会装核弹头 你信吗 因为没有人会信 那所以中国大陆对这个当然保持高度的关注 因为中国怎么可能会信呢 同样的道理 当古巴说俄罗斯的核动力潜舰 而且是过去就是一个核战用的 尤其是三合一打击用的核动力潜舰可以装核弹头的 那到了这个古巴去 美国人当然不会相信 因为古巴说没有核弹头 美国人不会相信的 我相信任何一个人也都不会相信的 好 那问题我们看得好清楚了 也就是俄罗斯他的态度就是 你每一天到我家门口就是波罗的海这个地方举行军演 海空联合军演 你不断的在这个地方举行军演 那是因为你有情人基地部署在那个地方 所以你究竟就跟北约的相关的国家 你就在那个地方演习了 因为他的军队有驻扎在这个德国 有驻扎在意大利等这些国家 所以他很快的就进去 到了这个波罗的海到北欧的这个地方 对俄罗斯构成安全威胁 可是俄罗斯的舰队要从大西洋的北岸 要到大西洋的南岸 这个坦白说是长途跋涉 那么他的耗费也比较大 五级线也拉得很长 然后也需要这个海洋的支撑点 所以古巴就很重要 委内瑞拉也就很重要了 那这一次到加勒比地区 也就是到加勒比海这个地方举行联合军演的时候 这个对美国人来讲 等于是核武器重新的 应该讲是第一次的 就踏进了美国家的后院 我觉得这个是蛮重要的一个讯号 也其实也提供给大陆一个讯号 也就是说 如果你不想一直在忍受 美国他们一直在中国的家门口 来这边溜达溜达晃游 中国也必须要有能力 到美国的家后院 溜达溜达晃游才行 你如果没有能力 或是没有到人的美国的家后院去 有事没事就在那地方玩 走一走观光旅游 看一看你的船间大炮 没有去那个地方 没有到纽约的外海 没有到华盛顿的外面 没有到这个加州 没有到这个硅谷外面去晃悠晃悠的话 美国人不会把你当做一回事 你如果没事就去那边晃悠晃悠 美国人他就会有压力的 你就会牵制他必须把他的海空军的力量 往本土里面来做防御 我觉得这个是因为当他把他的海空军力量 往本土来做防御的时候 其实他本身在海外的力量就被牵制住了 另外因为中国大陆现在的做法是这样子 日本没事就到南海来溜达溜达 那中国大陆 所以中国大陆的船舰 你看前段时间 052的编队也刚穿过湮眉海峡 就是穿过日本的这个海峡 而不是公古海峡 是湮眉海峡 那也就是更贴近日本的核心区了 那也就是你没事到我家来晃悠晃悠 我就没事也就到人家来晃悠晃悠 那日本就吃不消了 你这样的话就有效的制约了日本 就是不能够介入太深 可是今天美国为什么敢这么做 就是因为你在拉丁美洲没有空军基地 没有海军基地 如果中国一旦有了空军基地跟海军基地 中国未来的歼20或者是中国未来的这个战机 也会在美国的沿海这个地方 你到我这边来多近 我就到你家多近 那这个美国就会有压力了 他最后会跟你来谈说 这样子好不好 我们远一点好不好 老哥 中国老哥 远一点好不好 不要那么近嘛 可是你今天没有到他的家很近的时候 他就没事就到你家来了 你一定要有能力到他家的时候 他才会跟你谈 说那我们不要那么近嘛 我们远一点好不好 让我有点面子 也有点理智 那这个时候 你就成功的把他赶走了 你不用你的飞行员不断的冒着生命危险 去跟他近距离的去驱赶 我想这是有差别的 所以中国要在加勒比这个地方再加把劲 嗯好 我相信千哥从俄罗斯跋山射水的 把核潜舰直接第一次抵进了美国的后院 给中国实实在在的上了一课 你别给我搞这些虚头巴脑的真理 只在大炮的射程范围之内 那同时我想请教一下千哥 我们回到俄罗斯 他自己从战场上的一些动作来看 他打得挺顺的 说实话 但是美国和北约的参战 挑衅也是真的 不仅有核潜舰开进了美国的后院 其实他还有在波兰也发了一个警告 他在这个加勒比格勒有部署100颗核弹头 说要这个进行核武的一些演练等等 那你觉得俄罗斯是不是有一种 在欧洲或者在美国后院都要把事情闹打 你要闹大我就跟你闹大的感觉 我们如何来解读俄罗斯现在的这种布局 普丁的做法到底是核讹诈 还是核威责 我觉得这个是一线之隔 很难区别 讹诈的意思也就是说我没有打算要这样打 我也不敢这样打 但是我装的要这样打来下你 那这个就是讹诈 就我根本没有打算要打 如果下成功了我就赚了嘛 但是核威责就是说不得不的时候就会用了 那我是真的会用 那你信还是不信 这个就是核威责 所以讹诈跟威责坦白说很难区分 那我也很难确定 普丁到底是核威责还是核讹诈 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第二个问题就在于 坦白说现在在考验普丁的决断了 因为普丁的普丁有之前有有扬言 就是你乌克兰如果使用北约的武器打到俄罗斯的境内 那俄罗斯不会坐视不管 俄罗斯也一定会对于提供武器的相关的国家 那么实施这个惩罚这样的一个动作 现在乌克兰用的是美制的武器 所以例如说前段时间公布出来的是哈马斯 去攻击到这个哈尔科夫以北俄国境内的 这个军事基地 有攻击了俄国的一些军队 是使用美制武器 那我们就问 普丁你敢不敢 惩罚美国在欧洲的军事基地 到目前为止没有动作 没有动作 所以等于是俄罗斯还没有要把 这个战争扩大到是美俄之间的战争 还没有 那他在做准备 做什么准备呢 就是做对于欧洲的北约国家 惩罚性的准备 那也就是在做的是核武攻击的最后的条件 但是之前他可能会先进行常规的攻击 看你北约的反应 为什么 因为如果 如果我们这样讲 如果有一天 荷兰的F16战机送进了乌克兰了 因为现在还没有送 所以大家都不知道 可是如果等到因为我们在强调 乌克兰现在用的是美制的武器 攻击到俄罗斯的准备 没有对美国进行反击 没有进行报复性的打击 如果他们的政敌就会起来 好了 落进这个波兰的 例如说洛特丹 或是这个阿姆斯特丹的外海 然后没有造成严重的损失 但是有落进去 那而且是进入了领海之内 或是在港口附近 或是打掉一个小岛 无人倒打了一下 那请问一下 你北约的防疫条约要不要生效 北约如果一生效 北约就要去攻打这个俄罗斯 那就北约就直接介入战争了 如果北约没有反应 那北约内部里面 有很多国家就会觉得说 那北约不可靠 他们还是跟他保持距离比较好 这个时候球又丢回到北约 丢回到美国这边来了 也丢回到那个荷兰这边来 所以我觉得现在要看的是 什么时候荷兰敢把飞机送过去 那我如果是荷兰的话的优衣政府 我的姿态虽然摆得很大 但是我可以实际上装捞 技术性的因素 飞机现在目前在挪 然后还有很多考虑 我不是不给 我很想给 我拼命都要给你 但是武器就是送不到 那你就是拿不到我武器去攻打俄罗斯 所以我右翼政府 我极右翼的政府 我面子都做到了 就好像极右翼的政府 不是到上海口 被中国的这个驱赶吗 然后灰头土脸了以后 还要咬中国一口 反而被中国又打了两个巴掌 不是这样吗 同样的道理就是 我如果是极右翼的荷兰政府 我现在就要装的很忙碌 然后动作很多 但是飞机就是送不到 再来几时 我开始重大 然后再来你